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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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果干不止当零食 入菜自味更美妙 哇 好香啊 特别棒 非常的透亮 而且这种亮我就觉得一看就特别有食欲那种 酸甜果味 入口即化不腻人 大厨带来梅香排骨 花梅配可乐 一酸一甜 肉香果香 其香聚 口感就特别的好 好香啊 没有猪肉的味道 烘口其实都是梅香 酸甜果干口感好 入菜更能听腥味 哎 快点 给你叫我一朋友 涛哥来了 吃啥呢 这个做一点小甜品 小甜品啊 我们这是给小朋友吃的 来来来 大叔尝一个 这个我们叫晒杏干 因为这东西它属于水果嘛 对 家里也没有特别大的冷库放不下 那怎么保存呢 就得晒一晒 跟我们大家做个做介绍 好嘞 我叫孙涛 是电台的美食节目主持人 来 谁大叔 我们非常熟悉了 大家好 我是大厨随胖 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我们在晒的时候南方因为老阴雨天嘛 它很容易霉 你们怎么晒呢这个 因为我们张家口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日照足 然后张家口还有一个特点 那是风特别大 它其实对于晒这种干是特别有好性的 所以它把水分给带走了 就是特别适合干这样 那你们是放在比如院子里晒 还是说放在那种拖拉机上面呢 就是这么摆好了以后 然后就搁到太阳底下 就这么晒 就是纯天然 人杰我考考你啊 就是你刚才看了这个鲜的了 对 就是它最后晒完了以后 吸取了日月精华 它变成的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在这做了很久的节目 这两个 你选一个 老实说啊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 你看看 颜色也像 对 然后它的厚度也比较像 对 然后我觉得口感其实这个 你尝一下 尝起来比较像 这个甜的 谁要煮你觉得 如果说吸收日月精华 对 咱们说了 在干的过程当中 有经过大风的洗礼 脱水非常严重 直观的感觉 脱着原状就这个 这也是肯定是加了糖的 对 没什么区别 我觉得这两个 这两个完全不像啊 这两个你看 一个家庭里 总有那种发育的比较矮小的 也有长得比较肥硕的 给你吃的就是 弟弟 好吧 你用的肯定就是跟这个有关嘛 有关有关 那是你用的是这个 比如新鲜的这个呢 还是说晒干的那个呢 我觉得最好两个都用 在味上起作用 一个呢最后 在咱们盘式摆的时候 起点作用 当然口感肯定也有作用 那随便熟你呢 我又是也用一个 咱们叫果干 化眉 今儿你要做什么菜呢 我们做一个幸运肉 幸运肉 吃完以后特别幸运 煮花肉 来 快做吧 就是红烧肉 我觉得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现在人吃不了多少 吃两块很香 吃到第三块腻了 往往我在家的时候 比如吃了比较腻的菜 就会想吃一两块杏干 它酸嘛 就能解一点腻 虽然说这个馅 这是你老家伙的特产吧 对 那你这个菜是跟 比如说美食节目当中学的 还是说家里就有这个菜 这个菜我还真的是 跟一个西班牙厨师聊天的时候学的 什么 我是跟一个西班牙的厨师学的 猪 后来有一次 我是到一个西班牙餐厅 他们做了一道融合菜 其实它是做了一点梅肉 然后它调了一个酱 我当时就觉得 配上这个酱以后 一点都不腻了猪肉 然后我就问它是什么酱 它说它用的杏酱 我自己试了几次 我觉得确实也是有一点搭 然后我就想到 既然家里有杏干 那我试一下吧 如果失败了 你们要不就点个外卖 然后就放了几块 后来大家就还很喜欢那个味道 而且最后那个杏 大家也都抢着吃 我觉得那就试一试呗 就把这个做法就延续下了 你这个就切成这么方块 然后需要焯水还是什么 焯一下 焯一下 然后得用一点红麴米 那就是就这么焯 需要加什么葱姜蒜什么 可以 我觉得加一点料酒也可以 一般我这种人做菜 就非常随意 我当年也做过 做过什么 做羊梅干炒肉 妈妈就叫阿姨了 就因为一顿饭 是不是 因为我妈都说 不要再瞎做了 她还是要用比较好的 这个搭配才行 是 是吧 果干咱们肉菜 要选用炖的方法 咱们就是借助果干的香味 把咱们的主要食材 让它变成这个味道 果干要吸收了咱们肉当中的一些味道 这两个就更好一点 红麴米什么时候下 我在家就直接把红麴米就放在那边了 所以如果说得包一个料包 我给你准备了一点 一会炖肉吃直接加水去的话 告诉大家 这个其实就是红麴米泡过 煮过煮一下 煮个几分钟就出事了 煮个有个五分钟就没有问题了 可以了是吗 我觉得差不多 超一下就得了 对 那你来 我来我来我来 弄得跟我上节目似的 对对对 我们这个专业的厨师 一般在 来 厨房 对对对 在厨房里都有个配菜的呀 小徒弟呀 切堆的 习惯了你知道吧 就是我和隋师傅这个级别的厨师长一辈 一般就是说一说 你刚刚都忘了拿勺呢 我告诉你 你刚刚露勺你也是 哎呀哎呀 你露勺你也是 哎呀哎呀 你看还掉了一块 镜头拍到了吗 这个刚刚说大话的 真的 分分钟打脸 我这一步我觉得特别需要隋师傅帮忙 对我们加一点的福林门营养家的玉米油 然后得火稍微小一点 不是已经有红麴米了还要炒糖色吗 红麴米是起一个粉红的作用 炒糖色最后其实是起一个起量的作用 我还以为这是有红麴米的 其实不要这个再炒糖色了 其实一个起量一个起色的作用 对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家庭如果说 没有隋师傅这样专业的厨师 就是这种方法 就是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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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个缩影就是它融合 对 你看 差两番车 就是这个不能 行 不能聊天是吧 别着急 一边就上厕了 这时候就搁点姜 再稍微边一边 一个大料瓣 一个香叶 一块啤酒 酒 酒的这个作用吧 能够带走一部分这个肉的腥味 就是会有一个止化反应 会减少你的那个烹饪的时间 让肉我觉得嫩的也更快 还要放一点黄酒 放一点蚝油 我现在要放一点这个太太乐的头盗生抽 对 放一点 而且这个特别鲜 它其实压一点就行 不用太久 好的 放一点糖 还放糖啊 不是 馅里面不是已经挺甜的吗 那个馅其实主要不甜 对 它主要是酸 包括你看好多人在家 比如炖牛肉搁点山楂什么的 主要是用它那个酸的感觉 能够帮肉快速的成熟 不是 你一开始炒糖色 不是已经用了冰糖 炒糖色啊 它叫焦糖反应 也是美辣的反应 产生美辣的反应之后 它会有微酷的 所以用这个糖 要找一下那个味 对 明白了吧 好 我现在就要放我们张家口的 吸收了日月精华的 真的 这个杏干放在里边 就是大家如果放不好的话 少量的放一点 放几片 先慢慢去尝试 那家里比如说 我比如说南方的 它买不到 就家里也没有馅儿 也没法晒 用这个行吗 我觉得这个差点 因为这种东西主要偏甜 就是它在腌制的过程中 要放大量的糖和盐 其实这是一个高糖高盐的 这种东西 我都不建议小朋友多吃老人 这叫薄普 对 跟这种自然的杏干 两种加工工艺 对 口味和口感就完全不同了 哦 加入提前准备好的红须米水 为止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我觉得这道菜 其实等于是我个人的一个缩影 你看我是张家口人 然后我在北京工作生活 其实在北京的时间 已经远远超过了 在张家口呆的时间了 就张家口的杏干 然后再加上红烧肉 它的那个感觉就和我这个人是一样 它今天现在已经融合了 融合在一起 而且杏嘛 我觉得 顾名思义就是咱们今天用这个鲜杏和干杏 它就是这个东西 韵呢我觉得 因为咱们马上要开冬奥会 对 张家口也有 和北京我们一起 我觉得作为张家口人我挺自豪的 把咱们这个菜融合在一起 咱们市场买的原料呢 有可能批次不一样 这个猪它生长时间不一样 买回来之后一切完一焯水一看就很硬 那咱就多炖一会儿 猪的这个肥镖特别结白 纤维呢不粗 这个应该就是时间比较短 所以炖起来一百分钟绝对熟了 而且我觉得杏还有很多好处 比如它挺酸甜式口的 一是我觉得 刚才我们说放这道菜的重点就是它能解腻 还有生筋止渴呀等等 还有一些很好的我觉得养生的工具 而且它还我觉得有一点纤维素吧 帮助大家能够清理清理肠胃 虽然它的量没有很多 但是营养还是在那儿的 我们都说春困秋乏嘛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看这个杏肝 能够起到这个解腻的时候 其实你这个乏力的感觉有食欲的 其实会消解很多 当然了我觉得今天其实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个果干 然后呢和这个肉配合在一起 那么这两个配合在一起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进入今天的厨房科学会 我叫果干 和果粉那些油烟的家伙可不一样 我是自然晾晒风干的结果 我拥有的矿物质 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密度大幅度提高 膳食纤维和肉搭配使用 既能增加食欲 还能促进消化吸收 在烹饪时 我还可以释放丰富的有机酸 让肉质更加鲜嫩可口 我是果干 你记住我了吗 原来有这么多讲究 而且有这么多的好处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时间差不多了 然后这儿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就颜色就差不多了 完成 然后此时我端着牌是不是要复施一手 对 小小杏杆酸甜口 对吧 用它入菜 我拿手 目前看来是拿手 杏杆搭配红烧肉 色香味型 目前看全都有 而且都押韵 真的 手有 对吧 真的文采飞扬 对不对 我的压力很大 你也要来 这个主持人好像来提馆 我现在尝过之后才能来 好香啊 非常的透亮 而且这种亮我就觉得一看就特别有食欲那种 这个我们平时吃的红烧肉它有这个传承的感觉 就是有甜味 但里面增加了酸味 它肉色很好看 就是因为加了红麴米 你看颜色很漂亮 等一下看一下 我带一下 其实我不太爱吃肥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你的肉我特别愿意吃肥的 好的 谢谢你对我的认可 我的肉其实现在肥的也是比较多 而且它先过来的是酸味 所以油的那种感觉完全没有了 它已经把那个油的那个味道基本上给充没了 它这个肉 红烧肉一定是肥瘦香鲜 肥肉在炖的时候渗出油脂 渗入到瘦肉当中 这两个一混 口感就特别的好 再加上杏干的整体的味道 所以这条成品非常的优秀 特别棒 超哥不是迎师一手吗 对吧 我也来一手 你有灵感了 有灵感了 来一手 别看小小幸运肉 肥而鼓腻 红里透 红曲 杏干 五花肉 酸酸甜甜 真享受 哎呀 还不错 比我那个还强 我觉得真的不错 我觉得大家回去可以尝一下 那么这么好吃的饭菜是如何制作的呢 要提醒您 严选鸡肉才能安心尝鲜 带着了三鲜鸡精 还您回家吃饭 优质米面油 认准福利门 本节目由中良福利门 灌铺出 把五花肉切块 冷水中焯一下去掉血水 锅中放油 冰糖 下肉煸炒 放姜片炒香 放入啤酒 蚝油 杏干 加入提前准备好的红曲米水 为止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之后大火收汁出盘即可 时间一定要够 一般要在一个半小时以上出来 才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你先要用两个煤为什么呢 加入可乐 可乐的香味 跟这个化煤的味道特别的相符 这两个鸡都那么甜 这个加化煤排骨叫啥 叫煤香排 化煤香味的排骨 好吧 这就是普通的排骨 普通的排骨 我看你切成差不多 你这个怎么切 告诉大家 寸段 直接剁就可以了 寸段就行了 因为它大小比化煤大一些 但又不是大得很多 从烹饪基本上 刀工的要求的话 主量要大于辅量 但是也不是很大 慢慢焯着咱们也慢慢聊着 对 就是比如说像果干肉菜的这种 很多吗 很多 有一道传统菜叫杏肝羊肉 化煤的鸡翅 山楂的排骨 山楂的鸡翅 做跟动物性原料合体烧 而且是很早就有的 我发现你这个排骨的话 它还怎么抄呢 就是 咱看上面雪沫子 雪沫子差不多了 飘上来了 咱就可以了 放 隔了一块姜 隔了一边 对 慢慢煮一煮 一定是得凉水下锅 一定凉水下锅 你像我们吃蒜羊肉片 那么这羊肉冻着的时候 您下锅一涮 出来以后 有点猪血的味道 还有是黑色 就是因为它雪沫子没有排出去 会凝固了 所以我们要 一定要凉水凉水下锅 可以了 咱们加入胡萝蛮蛋玉米油 好 你家用两个煤为什么呢 一个是取之味道 一个是取其颜色 把这个排骨搁里面 好 这也要躲远一点 就是少许的油 或挺不太能分的 就是你看这个果干也好 果火和果干是一样吗 包括还有我们看到那种 糖很多的那种 米剑 米剑 对 它们是一类东西吗 不是一类 都是火制品 这是一类 但是一个自然的这种风干 或干燥的 另一种是需要 加入一些辅助的调料 来完成的成品 然后是根据您菜品的需要 如果说您需要原料的原味 那么最好是原味的干 如果您需要颜色 或者是调节的这个糖味 因为果果干里面的甜味 对 就可以借助它的这个方面的优势 加入可乐 可乐的香味 跟这个化煤的味道 特别的相符 可以突出化煤的味道 可乐当中还有焦糖色 可以辅助的上色 上完色这个色调也特别的美 麻烦大家翻看以前的节目 有一期节目叫做 可乐红烧肉 我记得当时他好像那个 达人也说过 说可乐加进去的话 可以让肉质比较容易的 软烂一些 对吧 跟我加啤酒是一个道理 它里边有看酸 对 直接就下来了 直接就下来了 冰糖 冰糖 这两个都那么甜 不会的 这个化煤是酸的 不是那你可乐 本身就挺甜的那种 没有 它浓缩之后 它的味道是焦糖色 焦糖色它是不那么甜 然后这个又是红曲米 红曲米 一期节目看下来的话 基本上加了六样东西 五样东西 四样东西上 其实你这有加的 这个非常好 就是咱们再准备一回 不浪费 最后做出来还两个味道 两个感觉 我们到时候尝一下 它的味道是什么 就是关键就是说 你看大厨来到节目当中 一般其实教大家做菜 同时他也在关注达人 各个达人在做的细节 对 然后把它们这些精华回去 咱们再进行这样的融合 创新之后 又出一个好的 对 杨梅的酸味和葵花 我们少煮一点 红醋 红醋 普通的醋不行吗 普通的醋 那我们要用米醋 或者是橙醋 它颜色有点黑色 不突出我们这个 橙菜的这个颜色 平时我们大家用的 就橙醋比较多 对 然后白醋也比较多 米醋也比较多 红醋它一般是用在 什么样的地方呢 就很少见到红醋 红醋是南方用 做一些叫螃蟹汁 红醋加点姜米 对 对不对 就用法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 就主要是颜色的区别 对 然后里边咱们再加点 这个泰勒的酱油 红醋的 红醋酱油 这个就是要提色的嘛 对吧 揉合一下红醋米的颜色 放入红醋米之后 一定是大火煮 大火煮 才能上色 上色之后 关小火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特别建议大家 以后在家里 如果想要用那种 纯天然的 多用红醋米 对 包括你今天的颜色 特别好看 它是那种有点 带粉红色的那种 好漂亮的这个颜色 对 一会收完汁之后 借助糖浆的黏度 裹在肉的表面 颜色又更漂亮 更亮 好 好 这要盖盖煮30分钟 好 大火是吧 中火 等于说加了这么多东西是吧 里面既有这个化煤 又有这个可乐 化煤当中的果酸 可以加速肉的成熟 可乐当中的碳酸 也可以加速肉的成熟 一加一大月二 一会咱尝尝看 这么多酱就 又是软烂 对吧 又是上色 又是加速成熟 又是没有可乐味 真的 替大家尝尝一会 嗯 差不多时间也到了吧 嗯 那当然 掐指掐得非常多 真的 看看吧 看看吧 你这个 人家他这比我那个粉 哎 哎呦 哇 好看 他其实有点像那个 康处小牌 康处小牌 完成 哎 颜色首先是非常的透亮 而且是那种 霉红色 或者说有点像那种 很粉嫩的那种 红色的感觉 说实话你闻它这个味道 你闻不出任何的排骨的香味 也闻不出红曲米的香味 突比而来全部都是化煤的味道 对吧 哇 好香啊 所以这道菜 就是完全了 突出了或者是借用了咱们化煤的主体的味道 来实现叫煤香排 化煤香味的排骨 我以前吃小排 我基本上不会嚼小排里面的骨头 今天我特意嚼那个小排的骨头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戏剧品 我说不可能啊 没有猪肉的味道 一点儿尝不到 通口其实都是煤香 就化煤的香味 你看今天我们都用到了猪肉 对吧 而且都用到了红曲米 然后都用了这种 最后把它变成了这种深红的颜色 而且都加入了果干 对 特别像其实 来我们那道菜吃差不多了 别吃完了啊 还好提早叫提供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五环都没了 但是有不一样的味道 化煤小排呢 主要还是把化煤的整体味道 就是突出的比较明显一点 在肉当中 那么红烧肉当中呢 是借助了这个杏坑当中的酸味 对 显现出整体的香味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这么好吃的饭菜是如何制作的呢 要提醒您 严选鸡肉才能安心尝鲜 带着了三鲜鸡精 带您回家吃饭 优质米面油 认准福利门 本节目由忠良福利门冠名播出 排骨入冷水中 加姜焯水 焯好的排骨下锅中煸炒 加入可乐化煤 红醋 红醋 盐 红青米水调色 加入太太乐 红烧酱油 盖盖煮三十分钟 开盖 旺火收汁即可装盘 一定要煸炒出多余的水分 便于在制作当中吸收化煤的香味 以后我觉得我请朋友来家里 因为两道食材 它的这种准备的东西 很多很相似 不要准备那么多的食材 但是又能够做出两道 完全不一样的菜品 而且还把里面加入了果肉 果干 然后这种呢 就是让很多的小朋友 很多的年轻人 特别喜欢 老年人其实也特别的爽口 特别的去开胃 在秋天这样的一个季节 对不对 我会吃太过分的今天 还可以 人生偶尔过分一次也可以 对 不要天天过分 因为我过分的话 就他们就没得吃了